Odio Jungle 2018年的新一周里,喜年计划又提上了日程,去年这个时候写下的愿望,不知道又实现了多少,那时候,生活不止眼前的积蓄,还有揽和拖延,与这两个词搏斗至今。 好像有时摩也悄悄起了变化,珍惜当下生活的你,坚持住微小改变的你,也许就在哪一天发现,那些迈不去了坎,早已被抛在身后,而你所期待的那goodcode一切都hardcode的未来,也变得有迹可循。 一,保持学习状态,人生,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,每一个阶段的结束,都是一次清零,需要我们重拾行囊,迎接新的挑战。 hardcode,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,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,hardcode,著名翻译家许元冲先生,在朗读者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已是96岁高龄的他,在说道动清楚时,依旧热泪盈眶,最新于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,为之学习一生,奉献一生,是许老先生的幸福,不论是名声大造, 还是首捧翻译界的最高奖项,都只是漫长人生的小小插曲,学习,探索,找寻生活中的新鲜感,或得工作中的心灵感,让人永远保留活下去的激情。 hardcode,一个人的气质里,藏住他读过的书,走过的路,爱过的人,hardcode,人民网络调查过不同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,每天阅读时常最长的群体为作家,和大学中文系学生,其中,有23.3%的中文系学生每天阅读两小时以上,12.9%的人,每天阅读时间不超过30分钟, 而媒体从业人,原作为于文学阅读关系十分紧密的群体,调查结果显示,他们上网,和看影视作品的时间,已经远远超过了读书,被各类综艺,电视剧,社交软体占据了上风的夜夜生活里,文学阅读的比重越来越低,坚持阅读,是一个人保持学习状态的最好方法,如果你现在开始静下心来享受阅读,不断学习, 说明你已经学会感受世间美好,二,有一两样自己的爱好,别说凌晨四点的洛杉矶了,写论文的时候,24小时的洛杉矶我都见过, 为了早起站点镇图书馆,已经一个多月,没吃过早饭了,熬了三个通宵,吃完了一箱泡面,终于做完了爆表,学习,工作起来,一个个都是超人,等到身体真的垮了, 也只能空留自己在病房立案院叹气,2017年9月,一位20岁的女孩,在毫无执照的情况下,突发脑,一起入院,随后,她在微博里吐露了这次的经历,CT检查后,迎接她的是可怕的治疗过程和进食, 每天打20多瓶药,双手打到没位置了就打在手臂上,吃食膜都会有土,头随时会疼,刀好像炸开,而这时回顾起曾经犯下的错,熬夜,长期缺乏运动,工作压力大,种种因素积压,给了自己的身体一记重锤,工作再拼,赚的钱再多,也换不回一个健康的身体, 无独有偶,从年11月,某游戏主播孤王因为过度劳累,而不幸复辞,从7月起,她的直播时间改为,凌晨0点到早晨9点,长期以来的作息颠倒让,她不堪重负,最终离开人世,我们总是把锻炼,早睡,吃饭这些看似平常的事,莫认为不重要,我们理所当然的忽略, 借言之,没时间,直到身体不适,酿成恶火,才恍然大悟,悔恨不已,好好照顾自己,是为了让身体轻盈,心态变得更好,为了让自己和所爱之人更加舒心,如果你现在开始用心队带三餐,尝试煮早些入睡,说明,你已经学会呵护自己的身体, 六,对生活的人合适,更包容撕开现实外一看,每个人都可能有助不为人知的伤痕,电影院里的Otco熊海泽口,有时饶了人们看电影的心智,不免遭受白眼,甚至骂骂,前些日子看到一则来,自乎独正,儿童妈妈的评论,心头不禁泛酸,生而为人,总有些苦痛不得而知,一件微小的事情背后,也许是千百次放下, 有鼓起的勇敢,就如刘亮诚所说,若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,不能非全部看见,为了我们看不见的那些藏在内心身处的黑夜,我们也该试住多点包容和理解,金,金计较,刨跟球比的结果,也许只闹得血肉模糊,两败俱伤,充满住爱与宽容的眉眼,才能温柔地看待这个世界,如果你现在开始试住多些包容和理解, 说明你已经学会平和,温暖地面对他人,七,有一两个要好的朋友,SBGoogle等于W-A-A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,Bush,三毛说,一个朋友很好,两个朋友就多了点,三个朋友就未免太多了,时间大浪淘沙,剩下的朋友越来越少,却越来越真,渐渐地, 明白了石魔是气场相合,石魔又是酒肉兄弟,破产姐妹里,毒蛇的MX和正能量满满的C-A-R-O-L-I-N-E,吐槽起彼此的习性如数家珍,唇枪舌剑后又会买萌和解,谁也离不开谁,Max用最直率的语言和无所谓的态度,教会C-A-R-O-L-I-N-E现实, 给予他LDQUO,迭汉柔情LDQUO,在呵护于爱的环境下,成长的C-A-R-O-L-I-N-E,给了刀子嘴豆腐心的MX温暖,他总能从遭乱的生活背后发现闪光的一面,他们扶持起了彼此的梦想,并最终收获真爱,虽然梦想的蛋糕房也额终究为零,但他们都成就了更好的自己,有时候,朋友能带来的安全感与力量, 一点也不比伴侣少,是因为有了这样长久的支撑,才更坚定了面对未来的勇气,是因为有可以吐露拥抱的朋友兄弟,才更愿意相信和创,造更好的生活,如果你现在拥有知心好友,并呵护维持彼此关系,说明你已经学会拥抱世界,去爱身边的人,八,不再过分盘比这段时间,各式各样比试炼,充实住各大行业, 各种圈子,稍不注意,你就可能沦落到比试炼的最底层,政治化在面子问题中,曾唱出中国是攀比的根源,人前人后高高低低比来比去,到头来只是为了面子问题,不是太想赢,只是太怕输, 我研究生毕业于哈佛大学,现工作于全球第一大投行,孩子爸爸是上海知名公募基金的经理,管理资产三五亿,不要欺负我孩子,否则让他爸爸把你的股票砸跌停,包括茅台, 而口,前些日子上海家常竞选家委会的新闻让,不少网友见识到了戏经的诞生,比完孩子比加长,借助竞选的名头大肆炫耀,无非就是为了那点面子,攀比来攀比去,面子越磨越薄,内力却不一定增长了多后, 人生归根结底,是由自己负责的,浪费大把时间于他人攀比之气,却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,只会在比较中迷失自我,到头来的不尝试,每天都能有一点坚持,每天都能比昨天进步一点点,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改变, 如果你现在开始正是虚荣心,摆脱过分攀比,那么说明,你已经学会主演于自己的进步,对自己负责, 九,维持与父母的关系 LDQUO,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,其实不是,人是一瞬间变老的,RICO村上春树的名剧,总让人想到自己的